1998年的北京 那时还没有乐队的夏天 一群热爱摇滚乐的青年们 正在过着他们寒冷的冬天 这是最后一针了 留着长发的青年叫王一龙 和一帮朋友聚众吸毒听音乐 是他的生活常态 没钱生活的时候 他们也会在胡同口出摊 卖一些音乐打口碟 本来就冷清的生意 还要咬牙对抗寒冷的天气 和巡逻的城管 赚到一点钱后 他们便会继续回到那个只有毒品 和摇滚乐的小世界中 麻痹自己 一天 王一龙的两位好友 得知他和另一位好友张薇 吸毒被抓进了戒毒所 他们赶紧离开了家 骑车跑路避风头 两个月后 小王和小张 从戒毒所里放了出来 几人又聚在了一起 回到胡同里 小出租房内 继续之前的生活 那一次分开后 张薇再一次被抓 这一次被判了牢教三年 故事转到了另一位青年 方磊 他的生活状态和其他朋友一样 父亲早已经对他没有了办法 他和女友 还有其他朋友 在外面租了一间房 每天都是暗无天日的吸毒生活 可没过多久 就因为没钱 又搬回了自己家 回到家以后 和父亲的矛盾日益加深 吵完架 方磊转眼就找到了朋友 继续放松 忘掉烦恼 又过了一年 方磊的女友梁阳 吃了六十粒安眠药 在医院抢救 后来出院后 几个人将梁阳 带回了一起租的房子里 几番教育后 大家又开始用毒品 互相慰藏 突然方磊接了一通电话 朋友称下午有警察 去过他家找他 大家立马收拾东西 开始跑路 来啊 走了 警察来了 你差好意思吗 可是 之后 方磊还是被抓了 三个月后 被放了出来 没过多久 又被抓 几番进宫之后 方磊的父亲 一夜之间失聪 听不到了声音 2000年的六月 方磊再次被放了出来 每个月都需要去做尿检 这次 父亲带着儿子去验尿 发现儿子没有福西 父亲显得格外高兴 有点好样 呵呵呵 好 太好了 方磊慢慢从 毒品的魔爪里走了出来 他想帮女友一把 让他也重见天日 然而 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他和好友 叫梁杨堵在了他家里 母亲也苦口婆心地劝说 可是 长年的毒瘾 已经让小梁 这个花季少女 丧失了控制力 和最基本的理性 就这样僵持了一天 大家还是不忍心 给了他300块钱 让他自己决定 去买借药 或者继续拿货 2000年的九月 影片里终于有了那个 长发青年王一龙的消息 他由于过量注射毒品 导致了肾脏衰竭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他对着摄像机 为这部纪录片 想好了名字 起来人都觉得不好 告诉你一遍吧 嗯 纸飞机的故事 纸飞机 太酸了吧 纸飞机的故事 为什么这么起 纸飞机 它是纸叠的 它想飞 它也能飞 嗯 但是它飞不远 只有这怎么 怎么死的 怎么飞起来 怎么死的 它只能飞一次 它为了飞这一次 付出多大代价 纸飞机是导演赵亮 2001年问世的纪录电影 该片记录了1998年左右 北京一群摇滚青年之间空虚的生活 也是中国早期成熟DV作品之一 该片一方面是对自由的一种阐述 另一方面也是对感到迷茫和绝望的人群 的一种鼓舞 该片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朋友 以及他们和毒品 法律的复杂关系展开 该片的主人公们希望建立乐队 并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种强有力的和发自内心的愿情 却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 反观现在 我们的大环境已经对有梦想的年轻人 充满了包容和机会 而本片里残酷的青春 也彻底刻在了那个年代之中 好了 本期的纪录片解读就到这里 我是强尼说纪录片 我们下一期见